痰多元鱼肝 小瑶丸黄金搭配 上化肺痰中破皮痰 下面肾痰 最近在临床上 痰多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好多人还尝试了各种化痰方法 中医的西医的都不行 没什么效果 或者说一停药又不行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没抓住病根 中医认为肝为生痰之疏 相当于交通枢纽 如果肝湿疏泻水湿疏泻失常 体内的筋液水湿代谢失常 就可能巨湿成痰了 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逍遥丸搭配 它具有很好的疏肝健脾疏通肝气的作用 如果你平时嗓子里经常有痰 痰多话不完 还伴随着咳嗽头痛 深痛等情况 痰多以白痰西痰为主 我们可以搭配个通宣理肺丸 来化肺中寒痰 那如果以黄痰年痰为主 伴随着深热口渴的现象 可以搭配个清肺化痰丸 来化肺中热痰 那如果说你嗓子里虽然经常有痰 但没有感冒咳嗽的现象 而是肠胃不太好 倦怠乏力 周身困重 甚至还有便秘拉肚子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个二称丸 来化 脾中痰施 最后再来说一下肾痰 痰施本质上是一团阴邪 阴邪最怕阳气 而肾阳是阳气的根本 如果你阳气不足无法气化水痴 或者是导致今夜失常 就会生痰 痰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个 金贵肾气丸来气化肾中痰施 最后呢沈医生再叫大家一个穴位 就是腿上的风龙穴 他是中医上的化痰第一药穴 可以在吃药后的三到五分钟 药物快要归精的时候来逆时针 揉按三到五分钟 效果很好 好了 今天关于谈多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